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我们礼拜日6月23号再和大家做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fence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看回记协最近在香港也有很多风雨 因为共产党打压一些香港的公民组织专业组织 其实从职工盟到支联会、教协、记者协会是比较例外的 基本上你看到所有言语治疗师协会 医生、护士、社工、教师 各方面基本上都备受打压 唯独是一个地方 律师更加不用说 尤其是记者协会依然是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一点某程度上就是说共产党利用这个地方 成为他另一个剩下的bargaining trip 在香港 他不希望完全灭绝所有东西 但严格控制 希望记者协会自己坏死 当然也透过一些很奇怪的人去参选 然后牵起一些所谓的内部争议 但我看到真的坚持做记者工作的专业记者 包括陈浪星在内依然是顶住的 他今年稍后就会离职 记者协会也会改选 可行这个改选是原本完成了 但我们看到之前的风雨相当大 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件事 和展望下的未来 香港记者协会已经是昨天6月22日 居行了执委会换届的选举 就是我们会说的这一点 记协指有会员是在6月21日 即是星期五的时候 收到不明来历的WhatsApp信息 说在星期六周年会员大会 可能遭受执法机关的监视 提醒接收者与会议保持距离 今日记者协会表示 没有收到有关讯息 认为根据条例订明 举行的周年大会不恕任何的法律风险 希望会员也都昨天依时出席 这个当然也是顺利举行的 但避受威胁之下举行的 6月22周六举行的周年会员大会 选出了新一届主席和执委会的成员 我稍后会讲一下这个情况 有会员在昨天 即是在6月21日 收到来自英国加44字头的WhatsApp信息 说信息来自香港以外的机构 他们有可靠消息 说周六举行的记协周年大会 所以已被派执法人员和情报人员滲透 他们会透过录音和识别身份做监视 出于安全考虑建议和周年大会保持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一不想有证据给全世界知道 是香港国安加852字头 或者中国国安加866字头去做的事 第二显示给全世界看 共产党和香港会在外面做这件事 即是会在英国甚至在其他地方 加44字头就是英国的电话 即是说有人在英国做事 第三你要捉他很难 基本上他不是派人在英国 他经过一个电脑系统 使得更难去查究竟这些电话 真实的浪漫是怎样 一转二转三转不断跨国 接着转了线转来大屈来大屈去 用这样的方式来施展极大的恐吓 譬如我看到他的卡图是 加447463 028695等等的电话 这些电话都相当有问题 我是非常狠切地呼吁 在当事国譬如英国有关的手足 和在英的港人 希望你们能够去有关的英国的机关里面举报 即是将有关的所有的截图 所有的东西一定要有清晰的说法 也都希望英国的国安机关 协助调查究竟的来源在哪里 如果是真实的number 有人去听的 抓他们 如果不是真实的number 切断他们 而也都要将在外交的地方 予以强烈的谴责 甚至应该有的反制 这些事情是应该要做的事 记协在星期五向会员表示 没有收到有关讯息 认为基据职工会条例 定名居行的周年会员大会 不涉及任何法律风险 即是有人用客的方式来做 我经常说港共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 其实港共是一个卵役 整个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 黑社会组织和恐慕主义组织 用这个方式来恐吓记者 不参与一个自主经营的 香港记者协会 HKJA本身 他们的自由结社集会的权利 而这一点 就是用恐吓的方式来做 用极低的水平 即是他不用打 不用拉 用客的方式来做 用骗都不骗你 单纯用客的方式来做 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 究竟香港记者会否屈服 当然客方面是没有成功 记者协会提醒 没有风险的 希望你们依时出席 提醒收到有关讯息的保员 不要回复或点击任何案件 以及向机协办公室报告事件 因为这些东西要交备 应该要有权力调查的一方 去狠切调查这件事 而同时不止用客 香港政府 还不会理你香港记者协会 有没有受到任何的恐吓 香港政府就客了一份 找加四四的字来客完之后 保安局局长 那就是表示 邓PK。邓炳强的表示 《斗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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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媒工作就等于收美国钱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你先拉洗美国领事馆里面的人 拉洗他们 这些维亚纳国际公约和中国国家安全 有违背的就是无效 那你不是拉洗那些美国领事馆 英国领事馆 法国 德国 日本 所有领事馆的人 收外国钱 总之你帮外媒工作就是收外国钱 很大劲 小弟在很多外国公司工作很多年 外资的公司 外资的律师楼 国际知名的律师楼 这些地方去工作的话 是不是等于收外国钱呢 那你说我走了 留在香港那班呢 是不是一个一个都收外国钱呢 如果是美国公司做等于收美国钱 如果是德国公司做就收德国钱 日本公司做就等于收日本钱 那收那些钱就等于犯法 是不是这样呢 那很简单 那如果你说 我实在想问一下 啊 那么多高官 你有没有去到外国的子女 有没有去外国读书呀 或者你们本身有没有去外国读书 有没有拿到别人的少少 多多的奖学金呢 如果有 或者你那地方打工的 你就收外国钱了 是不是 就是全部的东西 按摩的 我不想跟他拗这些东西 但是 他说呢 就是说呢 就是 这个是完全荒谬的东西 而这个 我们看到华尔加日报记者 鄭家瑜呢 是当选了几个主席 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 那 会不会坚持风骨 就是有待去看呢 等于我不评论了 但是两名里市的候选人 在开票前想退选 但是因为没有相关机制 因此他们当选后 就提出辞职 所以 蹦蹦雨雨 这个恐吓相当大 这个是我明白的 即将卸任记协主席的 陈朗星会后见记者 说世上有不少机构 虽然获政府撥款 但不代表他们必然支持政府的 包括英国的BBC 而BBC的记者 是不是个个都支持 新委成为保守党 是不是 做记者就等于 必然支持政权的领袖和执政党 是不是一件必然的事呢 当然不会 我想个个都知道 是不会 也都知道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他说 邓PK当次华记协没有认受性 可见他不了解业界 希望他回归他专业的保安事务 其实说得很客气 我给我说 吃屎了你 等PK 落地獄 你不死也没用 死也没用 趁地淋 这么多人死不见你死 等PK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给他的common 香港记者协会 PKs记者梁耀聪当选副主席 即将卸任主席的陈朗星 建记者 说有110名会员投票 当中有8票的废票 靠后记者发新闻稿 说两名新当选的历史 高级政策顾问张浩明 和BBC的记者Wincent Danny 在开票前希望退选 但因为没有相关的退选机制 于是当选之后立即提出辞职 所以相当在阴霾之下 大家一起撑下去 保安局局长邓PK 在前天就说 记协换届候选人名单 最初看下来以为外国记者协会 收记者钱 有些更不是记者 说自由新记者就不是记者 说freelance记者就不是记者 看那个记者是否有记者专业 说到底是否记者不是等于 做记者不需要有professional license 不需要有执业证书 就是我们看回每个记者 不论你什么机构 你这个记者本身是否做记者应该做的事 有没有记者的专业能力 而记者是免是别人比假是自己丢 很多记者本身很丢念 是因为他根本上 觉得这是propaganda 就是将记者视为一个 传达真相追尘公义 好怜悯的一个职业 这一点是重要的 就是变成了很多人 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真正用记者从事政治活动 大公民会升到 所有这些阻媒 做很多头条 成报 明报的很多记者 但明报不是全部 不能一触竿打完整班人 这些所有的人来说 香港01 有好的有坏的记者 还有很多出了去的yahoo news 大家明白 所以我就知道 每一个记者是否能够黑顺自己的职 的本份做这些事情 OK 这样才是重要 邓PK这些根本是含血喷人 就是陈朗星说得对 根据记协公布的当事人名单 不计算两名已经请辞的理事 十名主席、副主席和理事当中 就是两人任职外媒 自由记者有四个人 另外四人任职其他本地传媒机构 怎可能说 就是看来是外国记者协会呢 陈朗星回应说 邓PK就算是这样 那又怎样? 违反哪条法律呢? 陈朗星回应说 邓炳强过去多次说记协无认受性 显示出对新闻业界的不理解和不清楚 希望他回归专业 如果他的专业是保安事务的话 就理回保安事务 新闻事务就找一些认识的朋友 他说会好些 就是叫他你不懂你就收皮了 道与外媒署为主的指控 陈朗星说所有的候选人 都是合资格的工会成员 我希望他不是出于一个种族的想法 来去说他们 我们就没有歧视别人 至于收美国切 陈朗星说 世上的机构即使收取政府预算 不等于必然支持政府 BBC的记者 是不是个个都是支持 Richard Suna 薪委迅 和Conservative Party 即是保守党 我想个个都知道是不会的 亦都知道这是common sense 是一个常识问题 陈朗星我提到 记协所属的核管系的机构是 勞工及福利局即工会登记局 明白为什么所有就记协的公安发言 都竟然来自保安局 也如可能是记者协会 是一个保安事务 他重新 记协一直依法办事 会员是需要每年去续会 和检视他的会员身份 相反其他传媒工会 是以团体或公司注册 也没有法例要求 需要检视会员名单 他说记协目前大概有300名会员 虽然比高峰期间减少三分之二 但仍然是一个有说服力 和具信任度的数字 也是我印象中 几乎是最大的香港的 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庞大的专业的职业机构 记协在大会前说 有会员收到信息说 大会可能遭受执法机关监视 建议和大会保持距离 警务署长肖泽宜 在昨天提到事件 说网上有很多不实的资讯 特别是2019年的黑暴期间 即是反送中期间 认为记协会员不可能不清楚 他说作为专业新闻工作者 会报道事实 流传任何未经澄清的讯息 是误到公众 强调应该不信谣 不造谣 不传谣 其实是传谣 造谣 信谣 误到信息 误到公众中的 就是这班港共集中的所有人 陈朗星昨天补充说 相关短信数量不少于10个 都是属于加44字头 即英国号码 他说不掌握发布信息者是什么企图 他说今届大会比上一届出席人数多一倍 看来大家都没有受到传言或消息影响 这是香港记者的证实 陈朗星说 记协和警方关系一言难尽 雙方有沟通渠道 警方也有联络记协 询问需不需要提供协助等等 背顾记协出任主席三年 陈朗星认为非常艰难 重新自己离任是不希望 自身负面印象拖累记协 我离开都是给大家机会 去重新认识一下记协 他6月30日换届之后 只会是记协一个普通会员 希望新一届的执委会沉稳面对 这个真是相当简洁 但也是将所有的 他的心绩很清晰地表露出来 那种感觉 这一样东西是重要的 陈朗星表示 他在任这三年间 是非常艰难的时期 他当选当日 苹果日报结业 之后立场新闻 众新闻先后结业 而记协也认真思考过解散 记协今天依然存在 仍然做捍卫新闻自由 保护员工 即会员工会角色 他明白外家有人对他个人有意见 不希望这些对他的印象 会拖累 于是希望大家重新认识 而对于保安局局长邓PK 在前日说 留意到有记协参选人中 大部分都有外媒记者 有部分是自由记者 甚至不是记者 邓PK也说过了 邓PK也说过这些说话 于是乎收美国钱之类的东西 陈朗星回应说 今届执委参选人 全部符合记协工会章程 当选的有九个是新闻工作者 可能邓炳强局长不清楚 至于有人任职的组织背景 是并不一定和个人取态有关的 我想这件事大家清楚 总之退选的呢 大家知道就是有刚刚两个人 不是退选的 是当选之后要辞职的 刚刚有两个人 我想这件事大家清楚 面对这些局势 我们会更加明白到 在现在香港的治下 是难得安寻 即是面对现在的情况 是很令人害怕的 你不要说做记者 做个香港人 想拍张照都难 近月倒闭 吉铺成为了社会热华 深水埔的地标 这些黄金电脑商场也难以行面 近日陆续有传媒和网上平台说 黄金地库有结业潮 其中一段商联几间都是吉铺 而黄金电脑商场管理署 就在前日迅速回应 向业户和租户发出通告 重新未经许可 商场内禁止拍摄 即是说不想拍摄这个商场 其实说到没有 不需要影衰香港政府 这个通告就是说 近日发现有部分的场外人士 未经许可在商场肆意拍摄 将有针对性的照片在媒体发布 暖衰 什么叫乱衰 我完全说错了 唱衰 不是唱衰 写衰 影衰 都可以 但没有说暖衰 他说暖衰 黄金商场 使商场名誉受损 呼吁商场一声 呼吁商场 如果有人发现未经许可有人事 在商场拍摄 要立即联络管理署 保护黄金电脑商场声誉 人人有责 又说管理署会安排保安加紧巡视 你看到人家倒闭就有声誉 按照这个道理 香港警察如果见到有些游客 拍照 拍到店铺倒闭的 没有开门的 打仰的 没有做生意的 落了闭的 关灯的 是不是拘捕游客呢 保护香港市容的声誉 人人有责呢 所以说这些东西 看都是烂到出闭的 无论你看到 在商场 无论是否受压力 或是香港政府 全面很多地方是崩坏 我希望每个人 都知道这件事是错的 我们知道香港很难的生活 是不是 唉 说起来就是一颗眼泪 就是 我们看回记者协会这样的事 看到拍照都不行 我想未来的打压 是会越来越强 几个变数 新当选的这批执位 在7月1日上入 是不是都能够顶住这个恶风 顶住这个各项的打压 依然坚持新闻自由 保护会员的权益 也都希望强调一个记者 就是追寻真善美 不可以干预的一种重点 偏采自主 新闻自由 这件事是重要的 那你说 这个是差不多石果仅存 几乎是唯一剩下的专业团体 在香港 希望大家新的执位 都能够好好守护 时间是最好的证据 好与不好 未来就会看得到 第二 就是共产党对于 记者的打压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很多记者 要第一 坚守记者应该有个专业 不要因为离散 不要因为现在香港淪陷 而丧失了对记者专业的尊重 很多外面的情况 没有记者的背景是没有问题 但你有记者的专业能力是重要 很多人标党在外面做离散媒体 Diespora Media 我不是反对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做任何的媒体 无论你离散与不离散也好 你的标准都一致 你的标准就是真相 公义 怜悯 你如何挖掘真相的能力 找有关资料的能力 做好独家在地 现场的新闻的能力 如何能够调分类色不同的意见 不要做濫行的平衡报道 不要搞相对主义 不要问一阶等于多少 问A答2 问B答3 完了那单新闻去 说完A 说完B 完 而没有一个对真相的挖掘 我想这件事是重要的 今时今日面对很多坏的事 你能不能挖掘这些真相 我看到很多的风骨 在香港有集资社 有renews 有独立媒体 有停刊 有法庭线 甚至有很多其他的媒体 另外在海外有追新闻 是否记者业会成员不重要 是否做好记者才最重要 是否有记者专业训练在先 不是最重要 有专业训练的 很多做到火烧的 没有专业训练的 很多在后面 on the job training 和working 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不是用这个地方来画线 画线你的结果 你的报道 是否能够公运 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你是为了追星捧红一些所谓的领袖 无论你是黄的还是蓝的 你是为了追星要做这件事 或是想呈现真相去做这件事 你是为了某个人的造神去做一些报道 或者你本身是要丙不值书 不会因为他和你亲近 而写一些好的东西 不会因为他和你疏远 而写一些坏的东西 这是重要的事 所以我想是一个情况我们要知道 新闻的自由是靠大家守护的 我要记得在三年前 6月23日即今天创刊26年的苹果日报 宣布结束营运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623日 今天刚好齐齐齐齐 三周年 2020年12月 苹果日报创判人黎智英被指控诈骗被捕 之后再加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半年之后 苹果日报八名高层先后被捕 资金冻结到现在很多人都在还压当中 而在三年前2021年6月23日创刊26年的苹果日报宣布结束营运 而第二日624出版最后一份的保障 大批市民冒于一一传媒的大楼外手后高举 刚出版最后一份《苹果日报》 都在80位 去到2022年 暴跌68位去到全球148位 之后排名稍稍回升 今年排全球135位 其实这些东西已经不足为外人道 比新加坡、乌干达、菲律宾还要低 三年过去 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串谋煽动罪 由2020年12月还押赤金 控方今年年中完成举证 案件会下月7月24日中断陈迟 而被控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6名前高层 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雄 《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密 总编辑罗伟光 执行总编辑林文忠 英文版的重编辑冯 冯伟光 主笔 《苹果日报》簽罗伟光 采计较 《苹果日报》 此次此刻 香港很浩然 大大话 而是三十多岁 在监窗看中是很难isha 很难捱,我希望大家为他们祈祷,能探监的多探监,给精神上的支持,能送书的,能有试饭的,能够尽力去做,能够这样写信的好好写信,能够好听心的好听心,这些全部我个人,书我真的没有能力做到, 我希望有能力做到的人,帮我去完成这件事好吗?我这个地方只可以用麦克在外面,奔走呼告,令大家记得,在这个地方做节目,在台湾,世界各地,去将这些消息传给不同的人,话语节目很好做,我粤语节目也会好好做,希望这些东西能够使得,各人都能够有感受的, 这样的一种情怀,继续去温存记忆,守护公义,拒绝遗忘,讲真我行公义好年文,温存我们的希望,温存我们的信念,走更远的路, 虽然我几乎每次都说这几句话,但不是当成废话的说,是真真正正正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 这一点才是我们希望大家达成的梦想,希望大家都保留自己的初冲, 无妄公义,守护自由,我们下次再见